孩子放下在家每天吃饭也发愁 今天晚上给孩子做的是这个发面的韭菜馅饼 小朋友吃了也好消化 我这里是用了400克的面粉 加上5克的白糖 3克的酵母 220克的温水 揉成面团 饧发两倍大 锅里油热 倒入鸡蛋液 咱们把鸡蛋液炒散以后再放凉啊 放凉后再加韭菜虾皮 调味放蚝油 芝麻油和盐就可以了 等到开始煲的时候 咱们再把这个馅给它拌匀 这样韭菜就不会出水了 这个是饧发好的面团 揉面排气 搓成长条下剂子 然后擀成包子皮 放入馅料 这个馅料可以多放一些 这样更好吃 包好之后按扁了 饧上15分钟咱们再烙 平底锅提前预热 稍微喷点油就可以 不要太多 然后放入馅饼 表面也喷点油 扣上盖烙 烙到这样两边上色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馅饼是素馅的 特别好熟 烙好之后软软的 小朋友很喜欢吃 你也试一试